台湾像个烤番薯 中国大陆这一个月来 各地也饱受热浪袭击高温破表 上海季7月创下140年来最高温记录 昨天再飙到42.2度 浙江凤化以43.5度名列第一 已经有至少15个人因为高温中暑死亡 虽然是应该进入秋凉的历秋日 浙江凤化出现43.5度高温 刷新大陆气象时百年来新记录 向来观光客最多的杭州西湖 游客也变得稀稀落落 天气实在太热失去了玩乐的兴头 从周三7号开始 浙江就持续40度以上高温 地表温度更高达60度 因此很少人上街 还有民众将牛肉放在被太阳晒到 产生惊人高温的金属板上 结果10分钟牛肉就熟了 这种烤肉活动目前在高温城市层出不雄 已经变成一种另类活动 高温将会持续到这个周末 然而人可能可以不出门躲过高温 但西湖有名的龙井茶树 则面临高温晒伤或枯死的危机 目前已经有至少30%的茶树严重受损 按照今年这个磁石高温的这个情况 对今年秋茶这个采量肯定是影响了 特别是对明年春茶也有很大的影响 高温在各地造成的灾害频传 非职业性中暑死亡患者已十多人 其中室内中暑患者占三成以上 多数是中老年人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瑞亚编译 对